成功的起点 梦想摇篮 维州科技大学 近日 尼日利亚查获了一批102代走私进入尼日利亚的塑料大米 并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尼日利亚官员说 圣诞节和新年前夕的粮食价格大幅上升 不法分子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些假大米投入市场 拉格斯海关官长马木杜说 这些假大米煮过之后会很黏 但是天知道人吃了会怎么样 据法新社援引一位尼日利亚海关官员的话说 他们怀疑这些大米来自中国 经拉格斯港进入尼日利亚 BBC在拉格斯的记者说 不管这些大米是谁制作的 制作的非常精良 因为他拿在手里没有感觉到异常 但是他说 如果你闻一下这些大米就会发现有一股化学品的味道 尼日利亚官员已经把大米样品送交实验室以确定具体的成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到底是谁制作了这批大米 又是谁将它走私进尼日利亚 还有待警察进一步的追查 不过看到这则新闻的观众们有没有闪过跟我同样的一个念头 那就是 好吧 这个大米也许是来自某个著名的人造化工合成食品科技创新的大国 当然 这只是瞎猜 有外界舆论认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但是在一切调查水落石出之前 我们当然希望这不会是真的 谁敢说非洲兄弟的科技水平就一定不能后来居上呢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